注意看,火箭摔干离场的操作,彻底激怒了场下的赛大师,他直呼自己没有被尊重,其实受到不尊重的应该是火箭,因为塞尔比稍微施展一下魔攻,就能将火箭的心态彻底击毁,导致无法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而现场的裁判,心态上同样也遭受到创伤,在看到塞尔比磨球时,想到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大家此时看现在的局面,本是一杆简单的带口球,却被塞尔比硬生生磨了几分钟,最关键还没有处理到位,白球没有叫到合适的 你们可以猜一下,塞尔比在思考的时候,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眼看没有别的办法,塞尔比反手就做上一杆斯诺克,这也彻底将火箭惹怒了,快速地上场,直接大力出奇迹 塞尔比瞬间急眼,心想,好不容易做的斯诺克,竟遭受到这种对待,实在是不尊重我的操作,接下来,必须让你尝试到魔球最深奥的攻防 第二杆顺利地化解,下场的火箭看向塞大师,他真的恨不得想用球杆来上一击透心凉 而上场的塞大师不慌不及地擦着球杆,看来他是真的要开始发攻了 再次经过几分钟的魔球,防守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没有给火箭留下进攻的机会 火箭的心态看来已经被塞尔比彻底整炸了,原本想击打红球,谁知却把咖啡球撞进袋中 不得不说,塞尔比的招数对付火箭确实有用 此时塞尔比只需要打进红球即可超分,但这根角度有些偏大,直接让他有了魔球的时机 而他这次竟然足足磨了五分钟,不仅将球迷磨到兴趣全美,更是把裁判磨到想要破口大骂 最后火箭更是无聊到晚起球该,塞尔比的魔球神功对付火箭太有效果了 每一次总能让他心态遭受到严重打击 经过将近五分钟的时间,塞尔比终于选择出手 但却震惊了所有人,没有去打进攻,只是将红球推到库边做上防守 真的是太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了 火箭这感运气确实不错,眼看即将出现漏球 红球却不多不少地停在篮球身后 可见老天都在帮助火箭打包不平呀 塞尔比的解球路线十分精准,但他实在是太谨慎了 力度没有掌握好,解球失败,成功送给火箭四分 第二杆顺利地化解,效果也是相当的完美 接下来双方就要进入到防守大战之中了 看下心态炸裂的火箭能不能力挽狂澜 镜头再次给到老杨,看他的表情已经是累到虚拓了 塞尔比如果再上演魔球打法,恐怕这局比赛就要变成拳击比赛了 中文字幕——YK 塞尔比这端留下机会 所有球迷大声的欢呼 期待的终于出现 而这样的局面交给火箭 估计塞尔比难以再有上场的机会 漂亮 成功打进最后的贴裤红球 那接下来 就没有难度能影响到 火箭拿下比赛的胜利 休息区的塞尔比依旧抱有幻想 他应该绝对这杆火箭会出现失误 因为粉球的位置很刁钻 想要衔接并不是很容易 火箭叫到长台 看一下准度如何 精准无无的打进 白球也衔接到黑球 火箭的实力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反而塞尔比实在是磨人心态 最后火箭摔干离场结束掉这局比赛 留下塞尔比 委屈巴巴的不知所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